菜刀准备个芦荟叶片 第一步把白头削掉 最后为了大黄树比较多 掰下来不能用 一个人的用量三指宽 咱们把芦荟分成三刀四指宽的量 放到咱们的清水里面泡个四分钟 泡好之后捞出两边的鞭刺 给它削掉 扒掉芦荟一层的性感的外皮 拿咱们的小碗和瓜椒的壁纸 顺着一个纹路 把这个芦荟里面的胶 咱们给它刮下来 刮好之后放到咱们这个小碗里面 加入咱们的分解液 分解芦荟中的大黄树 搅拌均匀 捞出浮口掐断 放到手心里面 打出丰富氧气的泡泡 打好之后 咱们就可以直接来给它做了 芦荟冠夫 经营透乱的芦荟椒 下个视频继续分享芦荟小知识小朋友